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车阁因为路基严重掏空而塌陷 而一旁则是被恶水吞噬的精帅饭店 随着泡水时间越来越长 整栋楼也变得越来越破碎 转个方向往南 沿着泰马里西飞行 原本的河道早就无法分辨 方也望去 溪水退去之后 剩下一片泥泞 还有数不清的漂流木散步河床 靠近出海口旁的两座桥梁 已经变成水中孤岛 左边这条是台东南北交通的大洞脉台九线 而隔壁这条则是南回铁路的桥梁 已经看不出到底断成了多少节 再往下看 原本的马路没了轮廓 路旁的民宅早被冲毁 幸存的也受到重创 难在助人 而另一条泰马里通往大五乡的主要干道 路基同样严重掏空 这一段大约一公里的破口 让救灾更为困难 两辆红黄小车尝试通过 还是只能回头 只剩今天要看 台东受灾空拍第一次曝光 当马路成了河道 桥梁变成孤岛 旅馆也难逃二水 家园残破 画面惊悚 令人鼻酸 这次的水灾 当然有人从水利 有人从公共工程的各种角度去切入 我们今天请到的是 才刚从灾区回来的林土平林大哥 那么要问一下林大哥 现场的 昨天在现场的一个状况 我们之前在本节目也介绍过 有关于各种身体健康的问题 当时有提到说 台湾洗肾的比例是全世界非常高的 那么就一语带过 并不觉得有这么严重 可是这次在灾区 各位看新闻的时候 有没有一直听到家属说 爸爸要洗肾 阿嬷要洗肾 一个老人家要洗肾 出不来这样子 才发现洗肾的 这个人这么的多 真实在灾区里面 听说有一个村庄 一堆洗肾的人 我手上就 因为我们船艇进去几次烧了 我手上就进过 你都在哪里 我在林边 林边那条比较热闹那条 就是有海产店那边 你昨天回来水退了没 没退 三天都还要退 那个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水是其次 因为那个泥泥 里面下面底下是满高的烂泥巴 都是烂泥巴 像我们跳下去的时候 几乎脚都没办法动就插在里面 所以你昨天进去林边带了几个人出来 我 几个人我没办法 没办法算 没办法算 但是我手上经过病患有两个洗肾的 还有一个高血压的 还有一个是痛风吧 痛得受不了一定要出来 那个就是病患有带了四个出来 其他的还有是老老小小的 远从台北下去接的 从屏东高雄的方面来接的 所以多少人 我也没去记忆 也没去登记 那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 真的是满目创意对不对 只能用一个字 惨 真的很惨 那都出来了吗 都撤了 因为 他现在物资应该是够了 我今天还有听到新闻在报 评论先生有说物资 正在的物资应该够了 那就是想说 能不能送到他们手上 我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因为我在那边发觉 大路两旁都蛮好的 到里面去的话 有人根本出不来 那老老小小的 几乎都是老老小小的 出都出不来 他怎么出来 那种泥泥 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礼拜可以解决的 那我想问一下 这个李伯伯哦 就是说 我们现在觉得气象 不能只看漂亮妹妹报 还是要看伯伯报 小眼伯伯跟大眼伯伯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 因为这次都是北台 都说是北台湾 所以搭着防灾都在 重心都在北台湾 所以搞不好中南部 发现那个 雨量已经上修的时候 根本来不及撤 实际上开头在 第一次报是800毫米的时候 上修到1200的时候 那时候人就应该撤了 1200毫米 大家只觉得是一个数字 1200和800 没有什么差别 1200是一公尺 20公分呢 是这样算的 一公尺20公分呢 因为淹到一个人 真的是能到脖子 就是120公分 对 120公分呢 一公尺20公分呢 他说1200毫米的雨量的时候 就是单位面积上 就是20公分的一个圆的 这个收集器 这样里面 1200毫米的雨量 1200毫米的雨量 你看看那个地方的面积有多大 那个水从上面冲到河流 冲到低洼地区 底下就要淹一公尺到两公尺的水 加上在外流的水 加上在流不出去的水 加上海水到 对 我们远海地区 我常常讲 我们到南部去玩 我从高雄开车下去 到恒春 我从高雄下去到恒春 这一段路 我看不到海的 什么原因吗 我们在海边上走 从林边走 从加东这边走过去 从东港这边走过去 是海边的 以前是防风林 现在是海堤 海堤就是说 有一些你看到一些抽水 马达的抽水管 从那里转过来 它从去抽海水回来养殖 那个是海水进不来 同样你的路上的水出不去 洪水出不去 洪水出不去 所以那里淹到一公尺 两公尺 一层楼高 两层楼高 那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我们那个时候 在八七水灾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感觉 那个水不是下雨 你经历过八七水灾 对 我在线上 那时候我在 因为我们都还没出生 那个贝贝已经在做气象 已经在做气象 已经在做气象 那个水去我们那个地方的气象单位讲 那个水不是下 是脸盆在倒水 都没有个停的 它几乎像高雄屏东 它过去三十年的平均雨量 这样的平均雨量数字 是在两天内下完 等于说两天内把三十个十分水库 水量全部丢在高屏山区 或者这个地方 那你想看 这怎么能消化得掉 西平 现在这样子吧 大家 你有经历过八七水灾吗 我经历过八七水灾 而且我就在屏东 我又在屏东 那八七水灾是不得了的 那你说你还小吧 年龄暴露了 那时候也不算太小了 八七水灾民国48年 我弟弟头出生了 那这一次 大家一定要知道 刚才因为李伯伯讲了一大堆雨量 大家不知道 台北是淹大水 那里台风 台北是淹大水 单日雨量是650 650 这一次气象局能够讲到800到1200 我给你讲 他们已经是很大胆 因为台湾几乎很少看到800到1000 你想想看 每天我刚刚给你讲一个 屏东恒春 它一整年下雨是多少 一整年是 2017 一整年下2017 一次下完 不是 一整年 那 对 一整年2000 那等于更是等于一次下完了 对 还超过它 高雄一整年才1780 这一次光屏东的这个尾辽山 就两天就下2147 它两天下就比平登恒春跟高雄 一年下来还多 你想那种水等于丢下来一样 这一次九个 有九个观测站 挤进百年历史的前十名 比如说 我们前十名 九名就 观测站就在这一次 而且这次 这次最高的 超过1400里了 有一个原因 我们以前的雨量的测量站 就是我们有一些水文站 在早年的时候 在48年的时候没有这么多 在山区里头没有 大部分都是平地 比较平原 所有在河川的水文站 也是河川局 第四河川局 第几河川局 这些人所设置的 不是很多 那个并不具有代表性 八旗水栽的800到1200毫米的雨量 并不具有代表性 那个都是比较接近平原的 那现在的雨量 所以会这么高 它是像尾辽村 是在谢游坑这些也好 它都是山区的 山区的极雨量大的话 那个水就会冲到底下来 底下的平原 像这一次的高雄的雨量 也不过700多800毫米左右 整个看起来 平地的雨量 基本上不算太多 但是大部分都是山区的雨量 冲一下 山区的雨量 你山区的面积本来就很大 你那个雨下到那个地方 所以才会 刚才林大哥说的 都是那个烂泥巴